大家好,今天想与大家分享的是中晚年历袭的奇迹 周壁大,从官场困境到成像巅峰的正大人生 中年之后,有些人,人生如同一颗河畔的蒲玉 突然一来了世界的巅峰,这颗蒲玉一开始被淋漓包裹 多年的冲刷过后,终于缓缓了光产 与周围的丸石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这样的人被称之为大气 南寿时期,周壁大就是一个典型的大气晚城的例子 他经历了官场的城府和牢狱之灾 但最终在50岁左右登上了成像的宝座 西湖二集中详细地记录了他的人生的历程 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 大气晚城的人往往具备一些特质 首先,他们对待生活充满了极极乐观的态度 每天都有新的思路和感悟 这种积极的心态,让他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都能够保持活力和动力 不轻言放弃 其次,大气晚城的人懂得抓住机会 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努力 他们从目及照,一直在准备中 等待的机会到来时,能够迅速地行动 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与之相反,那些急于求神的人 往往一事无成,缺乏取舍的智慧 大气晚城的人懂得耐得住寂寞 有着淡然和平和的心境 不为琐事而纠结 这种佛系人生的态度 对于面对戳折和诱惑时的心态 调整至关重要 在人生的道路上总会遇到坎坷和困难 但只有能够淡定的应对 才能够在波测中取得成功 大气晚城的人可能会经历一段无人看好 无人支持的阶段 需要独自地面对寂寞 这段时光是沉淀自我 提升自己的关键的时期 只要坚持下去 克服寂寞就能够迎来美好的未来 这种坚持不懈,默默奋斗的精神 是大气晚城的最宝贵的财富 古代名城左中堂 也是一个大气晚城的代表 他经历了科举实力和困顿的时期 但通过学习和出师自我 最终几声成像之为 他的经历告诉我们 大气晚城的人往往需要经历种种的困难 能够保持对未来的信心 不断地努力学习 学无指定是大气晚城者的一项重要的品质 通过不断地学习 他们能够在职业生涯中不断地进步 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 人生机会的把握也是大气晚城者成功的关键 他们懂得找准机会 不轻举地妄动 耐心地等待时机 同时 他们还要具备开源节流的能力 和不管赚钱多寡 都能够稳健地过好日子 这种理性而谨慎的态度 使得大气晚城者 能够在事业上稳扎稳打 取得更为长久的成功 大气晚城的人 具备学无止境的品质 他们不仅要不断地学习新知识 还要拥有通透的内心和长远的眼光 左中长通过丰富的学识 在军力生涯中取得成功 展现了大气晚城的特质 这种内涵的积累 使得他们能够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时 保持的淡定的成容 成容做出明智的决策 总的来说 大气晚城的人 在中年后依然能取得成功 他们乐观地进取 善于抓住机会 耐得住寂寞 具备学无止境的品质 同时懂得开源节流 善于变通 这样的人生的态度和品质 这是通往成功之路的关键 在追求事业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 大际完成的经验 更好地应对生活的挑战 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有任何意见 或者是想法 请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